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最爱的你啊 阿里巴巴最爱的你啊 2016年内地一名男童范小琴 被发现与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 生得很像而走红 从而他被网红公司看中 签约成为网红 不过小马云的人气似乎不及以前 被网红公司解约送他回老家 回到老家后他被发现头发凌乱 身上骯髒得不得了 見人就要錢 又說有錢才可以拍 14歲的她 身高與同齡的小朋友相差很遠 連二加二都不懂計算 而范小勤也被發現 腳上布滿針孔 懷疑被注射了抑制生長的激素 不過她的保姆指出 曾帶小馬雲去看醫生 證實了她患有矮小症 用作詞移 Bethesda 最可笑的 成功 請